旅居世界第九国的生活开始啦 最近刚离开巴厘岛来到的泰国曼谷 我们打算在这边简单的浏览一下 也见几位在这边旅居生活的朋友 问问他们演出的曼谷是什么样的 以后在这个视频当中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泰国的旅居计划 去吃早饭 我们在泰国的第一顿早饭 他这边路边真的吃的东西好多朋友们 一块钱一块的小鱼 是吗 然后就没有 见到有人在街上街打人家 哇 这个好香的感觉 刚刚给你饭是吗 啊 我餐点了一个东英功面 好小一份哦 就是上来之后 我觉得怎么这么小 然后这一份大概24块钱人民币 还点了一份这个西瓜汁10块钱 不是很辣酸酸的 然后是这个汤的味道还是蛮纯正的 很鲜 今天我们跟几个朋友来到了新罗古城网 这是我的学弟他女朋友 然后还有他的同事 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来泰国生活 公司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嘛 出海来到 出海来到东南亚工作 在这边尝试一下我的旅居生活 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 远程工作对吧 对 因为最近可能国内的舆论会 在这边的评论不太好 但我觉得相比于那些评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找我们一对 已经认识了好多年 但是第一次要在线下见面的朋友 他们两个人在我们出发前就已经开始了环球旅行 然后现在定居在泰国 也算是网友了三年多了对吧 你之前一直是在环球旅行 八年那个时候出发的 然后待了三年去了四十五个国家 然后你现在是在泰国做什么呢 所谓的那个风口行业 直播电商 对就是因为当时回到国内以后 就想重新开始考虑工作的事嘛 我们在拉美看到了很多中国互联网公司 在海外投资或者具体做一些业务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觉得其实倒是可以考虑 利用这样的一些经验 去海外做互联网公司了 当时有一天可能就刚好看到了 东南亚有一个直播电商的公司在做招聘 然后就投了 然后就来了 然后先去了印尼 然后印尼就来泰国 现在其实是跟他在同一家公司 然后也是从印尼来到泰国这边 然后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就辞职 然后现在主要做自己的自媒体 然后你的自媒体名字叫什么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卡普和呆呆 卡普和呆呆 全网同名可以关注一下 今天一会儿要跟我们游牧社区的朋友们吃饭 因为我们俩做了一个线上的游牧社区 就是想要让过旅居游牧生活的人 能够链接到彼此 去不同国家的时候 能够认识 甚至能一起旅居 就好几位我们社区小伙伴 现在正在曼谷 我还挺激动的 我们的朋友陆续已经到场了 哈喽 干杯 咱了解一下大家对于泰国的感受 天气非常好 食物非常便宜 小区的设备非常完善 配备游泳池 健身房 还有公共工作空间 我能感受到这边的人善良的时候 是不带目的的 远远没有这个网上出的那么糟糕 还是值得大家亲身过来体验一下 就是很有这个热情 就热带风情 然后还有就是喜欢它的沙滩 适合喜欢玩海的呀 或者是说喜欢度假的呀 它的海滩性价比各个方面 服务都非常的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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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面 但大家聊的都还挺好的 其实聊的还挺多的 对各种话题 然后因为大家已经在线上 其实已经建立了这种链接 包括他们看我们的视频 也认识我们 所以就不需要什么破冰 或者是什么互相认识 大家一下子就可以聊起来 然后又有两位 在本地生活了比较久的朋友 就可以分享很多 在本地生活的一些经验 就觉得我第一句的都还 蛮有收获蛮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在曼谷街场 即将启程去青麦了 这次我们在泰国 打算待一个月 我们主要就是想快速的 拜访几个我们感兴趣的地方 为我们未来的一个旅居地点 然后包括长期的一个生活 做一个小考察 我们俩比较感兴趣的都在太北 包括青麦 青道 还有派县 所以我们会分别 在这三个地方住一住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留言 然后转发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